这个其实大企业同样一个产品 它的定价有定价的策略 都不一样 你今天同样产品在美国定价策略 定出来的价 跟在日本跟在台湾 跟在泰国通通不一样 它有一些考量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顾客的忠诚度 然后就是市场的话 你有没有同类可以取代的 这种竞争的产品 你知道还有就是说 到顾客忠诚度 当然了就是说 本来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考量多重的因素 我想华为今天在台湾卖的高价位 日本相对最低 基本上的话 苹果在日本 日本相对是比较低的 日币最近贬值 对这些贬值 这个几个因素 我觉得美国考量就是说 台湾事实上没有同类产品的 这种怎么讲竞争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华为的这一支Mate Pro Mate 60 Pro在台湾有卖的话 那就会刺激苹果这样降价 所以我们目前卖的价格 我们台湾卖的价格比在大陆还贵 对因为大陆它有同类产品在竞争 台湾没有 所以它这个在商研商 它定价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价位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公司 那它考量了很多因素 它今天定你这个价就是比别的地方贵 它就不怕这个价格把它的销售量打下来 它都算得很清楚 产品都一样 卖药也是一样 卖药也是一样 台湾同样的药 我们以前跟美国人谈判 美国人就说 我们的药在里面都卖的特别便宜 那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什么什么原因 那说这有原因不能怪我们 你不能要我政府帮你把这个 要的价钱提上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市场因素在决定 对啊 不过我觉得如果 我们让这个华为的这一支Mate Pro Mate60 Pro进台湾的话 那么会刺激 那个苹果降价 好是 是啊 但是说真的啦 大家都对于这个 华为 其实因为都推心机 然后率先先发表了 然后大家一看 然后呢 再跟进在华为后面的这个苹果 很容易就会被比下去 对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先发表的话 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个感觉 可是因为华为那样子的一个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真的很容易就光彩就比较暗淡了 所以现在都有人在问我 为什么华为不在台湾卖 不过我可以预计 他这一支Mate 这一支 那个iPhone 15 会掉很快 会掉的很快 其实说真的 我这样讲 对搞不好苹果对我有意见 上一次有人讲 更狠的就花 真正的这个好 王炸是Mate 16 意思明年初的 意思就是说你这15先不要等一下 对 可是我认为这支手机 很多人就是等明年 很多人就在等 对啊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这一支手机如果卖的不好的话 因为现在已经预估他可能会少一千万支 对 少一千万台 对我知道 这是银行在银行算出来的 对啊 他本来是要卖八千 八千七千 八千五百到九千万台 对对 现在只到七千万台 对 我们那个数字 昨天我们头条开讲 对对对这个数字已经很清楚了 欢迎大家回看 回看一下明天的这个昨天的头条开讲 所以我觉得这支手机前景不好 所以整个我们讲了很多因素了 这个其实日经啊 还有一些专业分析师讲的 都是指指贺心了 就这个产品没有让人觉得惊喜的 没有创新 然后跟前一款没有显著的怎么样 不同跟升级 基本上就是旧机重卖 换一个名字 这个所谓的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 所以就换个名字 结果大家把 你把以前的手机丢到买这个新的 结果发觉跟以前没什么差别 无惊喜 没有创新 然后没有升级 所以我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讲得更直接 他说 那这样我干嘛要换新机啊 我顶多把我的那个旧手机的电池 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对继续用旧手机啊 所以这个就是消费者补片的新生 消费顾客的眼睛 肯定是血量的 是啊 所以这一手这个机子 基本上就这个问题 产品本身的问题 那它行销或者说华为 像日经就说这个不是华为的因素 中国大陆也没打压 也没打压苹果啊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不会打压苹果 为什么 因为苹果基本上最后的组装 大部分还是在中国大陆啊 对啊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 中国的零组件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过去美国没有开始切断这个好 这个IT产业的供应链的时候 今天苹果它就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一个联合国的产品 中国大陆有积 很多成分是在中国大陆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所以中国大陆干嘛回去打打压苹果 不可能的嘛 第一个跟中国大陆目前的对外的贸易政策是不符合的 对 第二个这个手机打压的话 中国大陆自己也是拿石头扎到自己一只脚啊 这不会做的嘛 那不过我觉得毛宁很会讲话就对了 他还是讲说你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对 那他们有讲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都在怀疑你这个苹果手机 是不是CIA在里面就放了后门城市啊 是啊 对不对 人家很多人这些政治人物拿着苹果手机心里都有一点凉啊 对啊 梅克尔 梅克尔就是拿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讯装置以后啊 对 被完全掌握行踪跟他的思想内容 对不对 所以毛宁只是没有把他点破 他就希望你们要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 不过你美国真的要在里面动手脚也很困难去 很困难去把他揪出来 是 不过我觉得这个好毛宁讲话就很清楚 不会 没有我没有对你这个手机 我没为难你啊 对不对 你还是在中国 你知道这个苹果去年3900亿的营收里面 19%是来自中国市场 是吗 对19% 将近两成了嘛 对将近两成了 所以事实上如果北京今天采取的是你华盛顿的政策 老板把你苹果赶出中国了 还给你赚那个20%的这个 你的总营收20%的公司我还不好好整理整理啊 可是问题 大陆大陆不是美国啊 但是我还要互联赢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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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在华为的研发能力 我觉得远大于Android 因为Android事实上 它这些年来也都没什么变化 它就是把小公司给吞了 对不对 你小公司一出来我就把你吞掉 然后放到我的这个System里面 你的新的好的APP 它可以用的话 就把你公司买下来了 然后其他可以 其他可以对它产生 这怎么讲呢 威胁性的其他的系统出来的时候 它也把你买掉 就把你杀掉 这是美国企业的一种竞争方式 可是这种方式对于技术的提升 它本身的技术 就是说你Android 本身的技术提升是没有什么太帮助的 可是华为不一样 不一样 华为我们今天讲 盘古人工智能大模型 这不得了 这是深层式的这种人工智慧 它已经有100多个平台加进去了 这种东西如果将鸿蒙系统再一结合的话 那光还有汽车 智能汽车 智能座舱 这些Android想都没想 可是问题将来 这可能跟鸿蒙系统都是通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技术应用层面 如果鸿蒙走得很快的话 将来是Android要找鸿蒙 不见得 那问题鸿蒙 基本上现在华 现在小米世界第三大把还是第四 大概排名第三把 后面还有Vivo还有OPPO 还有一支在非洲大卖的 已经占9%的那个 那叫什么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 哇塞都是中国手机 中国手机如果来个大反扑 大家全部改鸿蒙 你看一下 你这个Android是不是 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个 现在今天Apple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 中国的中产阶级 4亿5千万人 4亿5千万手机 还养不起一个鸿蒙系统吗 当然是美国的意思 岸田文雄这种轻松的外长 美国不会喜欢的 一定要找机会叫他下台的 那也不需要做得很明 就拜登跟岸田见面的时候 说小岸到旁边来 我有个事你帮我办一下 小岸 你那个临方证下一次叫他下台了 他那个青东色彩 我们觉得感觉不舒服 那就可以了 这就是美国式的外交 要不然这个岸田临方证 干嘛要换 外长的话干嘛要换 他最近不是还特别去 这个跑到乌克兰 还跑那么一趟 他算很配合了 他算很配合了 可是就问题他那个色彩 我想在今天的这个 美国的盟友体系里面 太突兀了 这个没办法生存 没办法生存 一定 那个乌沙帽一定要摘掉的 不会让他待久的 所以 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车 你知道 中国大陆这个比亚迪的那个海豹 海豹车在欧洲的定价 比它国内的定价贵两倍 所以没有补贴的问题 如果在国内的定价是欧洲定价 定价二分之一的话 就是补贴 就是什么 请销 好 那问题是介大使 那问题现在你看 大陆外长王毅 是美国一直在等着的人 说你赶快来美国 我们想见你跟你谈一谈 结果呢摆明了嘛 9月这个联合国要大会了 结果他不去 对不对 现在传出说是韩政府主席去 结果他去哪 他去的是俄罗斯啊 18号要访问俄罗斯 跟拉夫罗夫会谈 然后涉及两国最高级别接触 以及要谈的就是 乌克兰的危机这件事啊 对 这个 所以这摆明了就是做给美国看吗 大陆已经跟美国已经摆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各走各路了 我以前跟你讲那些话 你就是没听懂嘛 那10月 11月你美国办APAC对不对 你很了不起对不对 那我10月我办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 那你拜登会你不来 你不来我为什么要去你的APAC 所以这个已经是很清楚 而且你11月的APAC 你们这些人在叫要抵制李家超 你抵制看看 你抵制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了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对美国的做法已经是 就是说你出一招我就给你一招 就是这样子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